和总裤妻子20年中被曝光,原来一直都在身边,网友,真不敢相信和酒大家一定很熟悉吧,作为国内最著名主持人之一,他让快本火了20年, 即使在综艺节目堕如牛毛的当下,快本依然保持着超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,如今和酒的地位,名气自然不用说,但享有这一切的同时,他却十分低调,这与早年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,早在1995年,和酒就在当刘纯燕一起主持节目了,当时他饰演的角色,大母哥,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, 然而和总收到的却并不都是好评,因为早期的儿童节目,主持人收入并不高,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节目,所以在他女朋友眼里他是不务正业的,也因为这个原因他离开了和酒,女友的离开,让和酒很受打击, 他决心发奋图桥,一边当主持人,一边当着留校老师,待到1997年的时候,他同时主持大风车,非常流行两单节目,其他时间还要给上百位学生上课, 1998年,和酒加入了湖南卫视,也因此他开始两地奔波,为了让自己方便一些,他希望租一个离机场近一点的房子,这时一个北京姑娘出现了,她就是王庆,因为曾经一起合作过,所以双方或多或少有些联系,或许是缘分吧, 从此以后和酒的事就是她的事情,因为在杂志社工作,王庆经常要求文科出身的和酒写文章,尽管和酒经常用工作忙,为理由拒绝,当姑娘偏偏不离不饶,甚至坦言,你写文章就行,其他的事情我来操办,就这样,才有了之后的刚刚好,最好的幸福这样的专栏文章,当然其中不乏王庆的功劳,就这样, 两人过着低调快乐的生活,等到他们的感情被曝光,已经是2012年的事情了,其实他们早在2008年就已经也正结婚了,等到今天,他们已经相识了20年,在被记者看到的时候,两人还会玩起躲猫猫的游戏,害羞的不行,其实大多数明星都会选择隐婚,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传出绯闻的时候,才不会被舆论指责,更有甚者已经离婚了,却还假装人爱欺骗观众,然而和酒的隐婚却不是这个原因,他入行太早,甚至于乐圈坚酸于枯楚,他不想把自己的爱人暴露在舆论之下,或者因为自己受到任何牵连, 二十年来,和酒是少数没有悲闻的男星,他用自己事业上成功,无数的好评保护了自己的家庭。